先開始開 好 開始 今天是3月8號2020年婦女節 我們聯絡到了武漢中醫院的郭欣欣醫師 今天要跟他連線 對吧 是的 好 打囉 是 你會不會緊張 郭醫師 不會啊 好 那是新朋友 哈囉 郭醫師你好 對 你好年輕喔 三十多歲了 不好意思 您現在是下班時間嗎 還是 沒有上班時間 上班時間 那可以 OK 能有多少的時間 跟您大概請教您一下呢 儘快吧 因為我正在看門 就是門診蠻多人看腰的 OK 就是打給他現在 OK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主要就是說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 我們的位置是在這個美國的洛杉磯 就是 這個華人區很多 人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開始 現在狀況也是比較緊張 所以呢 我們才透過這個娜娜 然後 然後 就是其他協助我們說 能不能跟你們 稍微連線一下 就是 請教您 就是說 像我們現在已經開始 有些人有一些症狀 所以我們也 怎麼講 也不知道說應該是初步 應該是怎麼處理吧 所以 比較想請教你的 就是說 比如說 像現在 有這個感冒的人 也有流感的人 也有肺炎輕症的人 這些人 剛來的時候 你怎麼分辨他們呢 怎麼處理這些人呢 其實按我們中醫來說 根本就分辨不出來 它症狀都差不多 是 因為 這個新冠肺炎的症狀 跟流感的症狀 完全是差不多的 跟感冒的症狀 所以他如果來的話 像你們這邊的話 是要做什麼 比如說 要做什麼 要做什麼動作呢 還是不管 全部都收 還是不收 還是怎麼樣 還是叫他還是 我們 剛開始是 因為要區分的話 那只有CT 和核酸 但是 現在的問題 就是核酸檢測的陰性力 比較 比較足 是 所以 之前我們都是通過CT CT感覺他有 有這種情況的話 就直接按CT 那如果他沒發燒 你們也給他做CT檢測嗎 還是說 一定要發燒才檢測 沒有 他那個 你看我昨天發的那個指南裡面 嗯 他常見的症狀就是 是 咳嗽 主要是乾咳 然後有的是發燒 然後有的是法利 這些症狀 反正呢 我們就是 那邊就是 很像這種的 就要考慮 就要考慮 然後 OK 然後就是 先做這個流程之後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 他是到底是不是 就是有沒有發炎 如果是有的話 那接下來 怎麼處理呢 你們是就住院 還是說 輕症的話是 需要讓他回家 去 去等還是怎麼樣 我們這邊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武漢不是重宅區吧 一開始床位不夠 是 輕症的話都是讓 他開了藥在家裡隔離 OK 所以就是 就是以病人來講的話 大概 不好說 有的是 三天左右 有的就已經發得很快的 真的啊 三天啊 有快的是三天 OK 那像你剛剛說就是 然後有的慢 慢的話呢 慢的話 有的一個興趣左右 因為這個 這個疾病不好說 有的 有的本來就有自癒性 是 不是 那你 不是 OK 那像您說 他親著您拿藥 讓他回去 剛開始的時候 讓他回去自己 就是自己在家修養 給他吃什麼藥呢 好 等一下 好 我去一樓拿著吧 對 你那個交流 就把這個在交流 在一樓 一樓不是有藥嗎 我去五樓 就在一樓吃 你拿了這個東西嗎 醫生現在 是抽空 跟我們 連線 連線 他現在正在開藥呢 醫院忙得很 不好意思啊 郭醫師 您很忙對吧 不要緊 不要緊 那個剛才完了 對這人去拿藥呢 好 因為就是上週五 上週五 男人就是有個 就是 他們連牙的 還給他 連牙的 也很難的 可以 OK嗎 現在他們 嗯 像您剛剛說 就是 您說 早期的症狀 中藥早點趕餘 OK 你不管它是流感還是 中醫就是那樣子啊 是 那您 您剛開始給他們吃的藥是哪一些呢 比如說剛開始您說 輕症的這個 您開的是西藥還是中藥呢 還是都有 怎麼說呢 我們這邊的話 最早他們是 就是 西醫的一些 一些治法 就是 墨西山心 范福樂 他們就直接上這個 然後 阿比多 它流感的 就是當時 背了一些這些藥 是 然後我們中醫的話 化清溫膠囊 或者兩化清溫顆粒 是中神藥 然後另外就是中藥 OK 您說另外的中藥 是 也是有一個方劑 還是說會 依照每個病人的不同 一般的話 我們按方劑來 開 OK 沒有 沒有依照每個人的狀況 去做辯證嗎 還是都吃同一種藥 沒有 一般的話就是 就是 主要是 我們在武漢的話 病人太多了 太多了 看不了這麼多 一天有多少病人 不是我們看了多少 因為 我們接觸的都是 就是我們醫院 他們都是西醫為主 是 不找我們看 都是自己熟人 他想吃中藥的都看一點 OK 然後 主要是午餐 午餐那邊 我老師那邊 他們都下車到社區去 他們一個社區都幾百 大幾百幾百號人 他們都是 那個院士啊 那個 同院士 他都是那樣子 定了四個方劑 是以什麼 防燒為主啊 就是有的是 以腹瀉為主啊 他們定了四個方劑 如果他是以哪一塊為主 他就是用一號方劑 二號方劑 哦 OK 因為一個 沒有時間 沒法處理就是了 已經到了那個程度了 就是了 那 以您的經驗 就是您現在 已經開始一個多月了 您覺得 中醫的效果會比較突出嗎 還是說西醫的效果會比較突出 我覺得 中醫的效果比較突出 中醫的效果比較突出 因為那個病 西藥沒有測效藥 是 那 他們 他們不認同 當然 他們 因為我們是 我們是中醫師 我們當然是認為說 很多東西還是中藥 它還是能夠起到 抹定的 特定的 這個效果 但是病人到醫院來 肯定還是要走 一般的流程嗎 那您身邊有 有 有 有這樣的變化嗎 或是您的朋友 或是您的親屬 有這樣的症狀嗎 就是這個肺炎的症狀 有 那是發的清肥白毒湯 它就開了兩次吧 吃了十幾副 基本上就好了 因為它比較輕 那吃了十幾副 是一天是要吃多少 多少次 一天一副 一天一副 那是顆粒嗎 沒有 我不是代煎的 哦 代煎的 清肥白毒湯 清肥白毒湯 它下面說了 最好是代煎的藥 哦 因為它是善含論裡面的 四個 四個精方組成的 嗯哼 OK 它就考慮到 不管你是什麼 太陽病 少陽病 那幾個病合在一起 它就全部給你考慮進去了 OK 用了那個方子的話 效果還可以 除了那個領導用了這個方子 我們有一些同事 用了這個方子 效果也還可以 OK 尤其是 對八燒的那些症狀 因為它用了麻西斯丹湯嘛 嗯哼 在裡面 那像 像您這樣的話 您說那個嚴重的部分 一天有幾百個人要看 它大概有多少的比例 嚴重到需要插管 還是說 還是重症的那種 有多少的比例呢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要會西醫的 因為我們接觸度 不了這麼多 OK 那那個 就是說最嚴重的 會給它做插管 還是說完全不插管 嚴重的話 它需要插管 就要插管 OK 因為 一些重症 重症患者和微重症患者 他們不插管 不行啊 OK 那大概像您的醫院的話 有多少的病房 是可以做插管的 這個治療呢 我們醫院就是 有一個院期直接是定點的 OK 有幾個床位呢 如果說 您知道嗎 那我不知道 反正它有重症監護室 要插管的 一般都在重症監護室 醫院多大 然後武漢這邊的話 後來 安排的是 統計協和和人民的一個醫院區 嗯 然後還有 傳染病院這邊 和肺科醫院 他們 五大醫院區吧 專門收這種重症的 OK 那像 像他們這樣是有多少的醫護人員 和多少的病房呢 專門收這個重症的 那我不曉得 反正我只知道 這幾大醫院是收 然後 全 全國三十幾個省 不是都派了 重症監護 是 醫護人員來了嗎 是 OK OK 您本身是中醫科的 是吧 就是 跟我們一樣 所以 您覺得這個 這個肺炎嚴重到會 導致死亡 這個您覺得 最後它是 是一個什麼症狀 是比如說 是 它是 我們現在是有看到一些 就是說 那個新聞的報道 但是我們也搞不清楚 說這新聞報道 是只是個案嗎 還是說都是這樣 他們是說 這個解剖之後 裡面有黏液啊 裡面有什麼 整個都是 粘膜啊 所以我們是 您覺得他最後是 有合併敗血症 還是什麼情況 導致他最後死亡嗎 您覺得 好像他最後死亡 都是呼吸率結死亡的 然後從報道來看 他們 有一些人 不是總結了那個經驗嗎 他說那些死亡的病人 有的蠻多病人 跟到死的時候 他還是清醒的 哦真的啊 就像那種 像那種 在水裡逆死的一樣 OK 因為他就是 不是後來解剖了那個嗎 是 我也看了這個新聞 估計跟這個有關係 都是黏液 OK 像那樣嚴重的病人 最短的時間 多久會變成那麼嚴重呢 像您剛剛講 你說三天發病 到他這個重症 那個時間也是非常短嗎 您估計大概有多短的時間 或多長的時間 會到這個重症 也都不好說 也都不好說 這些都因人而異 對 因為有些基礎疾病比較多的 尤其好像是 重結的是心腦血管疾病的 他們 抵抗力差了 他們有的走的就很快 是 大重的很快 然後有的年輕人 他又躺得過來 所以這個好像跟他的抵抗力 保險蠻大 OK 所以 像在家裡隔離的話 您剛剛說就是那些 你剛剛提到那些藥劑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療法嗎 您的建議 比如說有沒有其他的那個 我有 那個有 除了吃藥之外 就如果在家裡隔離 還有其他需要輔助的嗎 您這邊的經驗呢 我們 反正我們武漢這邊 輕一點是在家裡 之前是在家裡隔離 後來是在方潭隔離 他們都是給一點相關的藥吧 就除了相關藥 就是比如說在食療上 或是在什麼 有沒有什麼 做什麼其他的刮砂 什麼 針灸 或者其他的草藥 都沒有建議 這個 這個就不曉得 中院那邊 他們有沒有這一塊的干預 反正 我們這邊是沒有多少這一塊 全國各地 因為蠻多綜藝人員 都介入了這一塊 他們估計有 有這個康復的呀 針灸的呀 愛灸的呀 他們有這一塊的 OK 那像您有沒有一個 就是跟我們建議 就是說一般就是 一般民眾 還沒有 還沒有就是感染的民眾 應該怎麼自我預防呢 反正現在就是 因為大家現在都很緊張 能源聚集的就是 一個是要戴口罩出門的 或者盡量不少出門 是 隔離是 就是把自己隔離起來 是最好的 那但是 就是採取了這種方式 OK 就是自我隔離 你們沒有什麼就是 比如 其他的就是 像那個什麼 黃旗啊 增加免疫這些相關的 這些中草藥 您有建議嗎 他們就是 出了蠻多這種 預防方 哦 預防方嗎 那個是官方發的 還是你們自己 院內自己 官方發的 官方發的 有 我發給你的那個 有一把裡面 是省中發的那個 預防方裡面 最後 我們回省的 也就是那個 那個房子也在裡面 那你們 各個醫院 它有自己的 各個醫院 它有自己的 那您私底下 您自己私底下 還有你們院內 主要是 呃 有自己的配方嗎 都 都會有 就是因為 每個醫院啊 或者每個 就是中醫 中醫這一塊 中醫院或者中醫科 他們自己訂的房子 雖然都是大同小異 是 都差不多 那您私底下 您怎麼自己 給自己預防呢 我很好奇 哈哈 我們就是 我們的預防方子 每天都都在喝啊 哦 就是只有喝 就是喝這個 你剛剛講的這個 就是預防一號二號之外呢 你沒有加什麼 親熱解毒的啊 或者是什麼 啊 就是連翹金銀花之類的嗎 還是說沒有 就是這個方 方子裡 方子裡有 方子裡 方子裡有 OK OK 那您自己給自己家人 有什麼特殊的療法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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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您是住在醫院裡頭沒有回家 之前比較嚴重的時候 現在好一點 那現在 家裡的 有吃有喝就行了 讓他們不要出門 然後中藥預防方 讓他們在家裡先喝 就是 OK 那像現在您 現在情況是比較 還是很緊張 還是說比較好一些 現在情況 現在已經過了 蠻多了 已經好一些了 是吧 所以您可以回家了 對 哎呀 您就是 也就是說不用再住在醫院裡頭了 不僅是我 我們同事啊 蠻多人參加這些 都是這樣 這樣子 那您在醫院住的情況怎麼辦呢 吃什麼 吃三餐怎麼樣 醫院給你們打理 醫院十餐都有 全部都 就包括 就在那裡住啊 生活啊 什麼這些 什麼 這個 這個 換席什麼 全部都在醫院裡頭 對呀 他們有的是安排在賓館 一天要坐幾個小時 那像你們這樣上班 有的是安排在賓館 對 就去賓館 休息到賓館去睡覺 那像您的話 沒有 一天 我就直接住在科室裡 好 好辛苦 那我一天上 要上多少小時的班呢 那個 那個時候還好 反正我們這 那邊有事情 我們就處理 OK 大概超過12小時嗎 上一線的 不會12小時 不會 不會12小時 在隔離 進隔離兵房 不能 不能超過太久了 因為你的那個 防護服啊 那口罩他堅持不了這麼久 OK 所以就還算是正常 我這一塊我們是在後面 主要給他們開中藥之類的 OK 沒有進隔離兵房 就還好 OK 好 那 就是說 原本就是 我們現在我們這邊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這些就是中醫師啊 其實呢 我們對於這個狀況都只是透過這個 像您講的這些報章雜誌啊 這些新聞報道 那現在我們開始也緊張了 所以跟我們一起就是同業的很多醫師 他也就是有一些問題 就想要就是請教您 不知道 可以嗎 他有提了一些問題 我可以請教您一下嗎 你可以說 有的我知道 有的 好 因為 我的介紹也沒這麼多 OK 就是說 就您以您的經驗啦 您覺得這個中藥在沒有感染的人 還有感染初期 還有重症病患上 像你剛剛講的 已經說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嗎 那真正就是說 如果重症的話 您覺得這個重要的作用 這個力道 和它最後的效果怎麼樣呢 因為輕症我們都知道 你剛剛都提了 輕症是效果很好的 重症的部分您覺得呢 重症部分 你看那個 就是中央台採訪那個 藍波里認識的時候 他都多了 重症也有效 但是就是這個看個人吧 因為有的人 他那個已經太晚了 用他重症去 估計效果也不是蠻好 OK 那效果是有效果的 OK 那時候都已經 他往來啊 已經上能工費來啊 這效果就會差很多 OK 有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專業的問題 有一個醫師他想要知道說 那個就是他就是有很多 就是國內的醫師啊 有一個叫李中恩醫師 他特別說要用什麼大青龍啊 麻色乾石 還有這些什麼啊 這些湯來來來來佐證 來來辯證啊 來治療這個肺炎 那有些人是就是溫病派的 有的人是傷寒派的 您的看法呢 哪一個派別是比較適合 就這個辯證論治 他們之前也討論過這些 我覺得治療的時候 根本就不需要 討論這些東西 你覺得用哪個方式 你覺得有效就可以 OK 因為看了的 他們有的人說這個是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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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寒比較重 但是我看的蠻多他們舌胎都是紅的 分明是濕熱 舌胎是紅的呀 那跟我們之前看的不一樣 跟之前看的那個報道出來是 又厚又黃 有 也有 所以就不一定哈 不一定哈 不能一種 就是不能一種說它是寒濕或者是濕熱 還是有區別的 還是有區別 要看舌胎之類的 那像就是一般來講 目前我們聽到這個分析 就是說65歲以上 比如說有慢性病的病人 這個抵抗力稍弱的這個族群 特別容易感染病 或者是有心臟病 您的看法是不是也是這一類嗎 還是說跟慢性病 您覺得跟他本身的慢性病 會影響他這個 就是 這個得了肺炎之後 這個我們怎麼辨證的這個差別嗎 還是您覺得 變症跟那個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跟症狀來的 只是有那些慢性病的話 它那個疾病進展都會快一點 OK 而且那個他們 他們那些專家發表的論文裡面 統計出來的也是那樣子 OK 也是那幾個幾個 OK 像您現在已經是屬於在是 第一線這個這個疫區裡頭了 而且經過一個多月 我們現在才剛開始 您有給我們一些什麼建議嗎 就是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中醫師們 您覺得我們現在需要注意什麼 我們現在該做的是什麼 您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跟想法嗎 反正我覺得我們首先是預防吧 預防 那個什麼做好防護措施 不管是戴口罩 嗯 因為你一出去了 外出來了的話 回家的話 就要及時消毒 而且好像他們消毒 你要看他們消毒的東西 是前期做了統計的吧 哪些消毒有用哪些消毒沒有用 對 你可以了解一下這樣 OK 那像您醫院病人進來 你們是做你們的流程是什麼 是需要你們也量體溫嗎 也給他用消毒酒精噴嗎 還是怎麼樣你們病人一來 你們是怎麼弄呢 病人 那就他們是在 他們就是現在就只有急診和發熱門診 在看病人 哦 因為他的障子都停了 全部都停了 哦 這樣子 那呀 你不可能是病人 新冠和非新冠的這種病人都砸在一起 前期就這樣子會容易消他感染的 這個病的常常性太強了 是 是 那您預計大概這個還要多久呢 反正武漢這邊好像估計是 估計這個這個月過去就控制的蠻好 但是現在問題是海外現在 現在海外搞得蠻嚴重 對啊 現在輸入性的 是啊 現在不是韓國日本開始相繼就嚴重之外 再來意大利 伊朗 然後現在已經全部都一直 歐洲這邊都已經開始很嚴重 今天意大利就全部要封城了 也是1600萬的人口要被封住了 他們也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在洛杉磯也是挺緊張的 那個狀況也是就 大家就是你知道就不知所措 可以這麼說 是的 因為怎麼說呢 我們中國幸好就除了西醫 還有個中醫 是 那 那西醫裡面它沒有什麼特效要來 那個 抑制這些東西 那現在 OK 那個什麼疫苗之類的什麼都沒有出來 是沒那麼快 那像現在的話 你在這個國內 這個 中藥的部分 也開始急劇了嗎 原材料 像我們在台灣這邊 你已經開始這個 藥材都不夠了呀 你們這邊呢 也買不到藥呀 買得到 我們這邊幾大藥廠都免費供過來呀 他們的醫院就是直接跟藥廠聯繫了 如果就是 剛才我跟你說的 那個院是下層社區的那個 嗯 直接跟藥廠聯繫 8分鐘要 通過去 哦 所以你們就是已經 不是 不是民眾自己去買了 就全部由中央統 就是地方就是 政府直接就是 統一了是吧 對 那個各大藥廠 各大藥廠兼藥的那個 直接兼好了 直接送到醫院 反正開出來的藥全部那樣子 OK 所以沒有那種什麼買個人自己去買藥的問題 估計 因為現在出不了門的 那是 有病的 有病 也出不了門 全部是有 有醫院安排 哦 OK 那像 我看了那個 你這是 預防方裡頭有 一號二號 還有上次你剛剛講的 這個蓮 就是這個 蓮花 清溫這個膠囊 裡面都有一位是 像麻黃 如果麻黃沒有的話 有什麼可以替代呢 你們麻黃都沒有 沒有 沒有 有什麼可以 就是有其他的 可以 就是 當然沒辦法像麻黃一模一樣 但如果替代 一定要替代這塊藥 您有什麼建議嗎 什麼可以替這個麻黃的這個作用呢 那根據他就是這樣 如果他不需要用麻黃 你就把這位藥去掉了 然後如果像這種濕氣重的話 你就 你就把什麼 墨香啊香爐啊 這些之類的 加重 加重 OK OK 就把那裡一些用 因為你 你也說到 那個麻黃做這個 濕氣比較重的 說他比較厚的 那就把他化濕的 加重一些 OK 您估計這個大概還要多久 我覺得是 我覺得4月份應該就還好 4月份 那就再一個月了喲 對呀 反正現在透露出來的消息 估計這個月下去就會控制還可以 OK 好 您覺得全球這次應該這個災害 這個狀況 這個疫情大概 可能有多少要犧牲啊 我們都是想說這個 你看美國 你們在美國也知道 每年的流感都是 幾萬人 60萬人 60萬人 對啊 那不要說這個病的 那個傳染性還更強 至少要三 成三倍都不止吧 那 那就看 那個 就是政府干預的情況 哦 OK 所以 所以 您覺得這個要怎麼 就是政府應該怎麼干預 這個東西才會控制的好呢 我們現在就政府就沒 基本上就是 就 還搞不清楚怎麼回事 應該這麼說 那就看 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了 因為中國 你看 中國這次人在干預 是 武漢基本上所有的醫院都在打這個仗 然後全國各地的人 還有大概有四萬 四萬人醫護人員過來武漢 哇 也是很也是一個不簡單 這個 他醫院到底有多大啊 像您剛剛提的醫院 您的醫院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醫院兩個院區大概有三千多到四千多職工 哇 病床有多少 像您的醫院 三千多 三千多 他是說三千多的職工 醫職工 我們的病人不止好幾萬 他一天得要開多少鐘要出去啊 他們只收那個發燒跟重症的嗎 沒有他沒有收 他這裡沒有收 他是後勤的 他只是在operate 他是 他是 一個急診跟一個發燒 然後有狀況就送出去了 他是輕症的 確診的輕症的 他不是剛才有核酸 他比較不好用CT scan 是的話就送去方艙 只是他方艙 跟他這個部門還是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部門是 是 是 回來了 哎呀 像您剛剛說您的職工有三千多人 所以你們醫院是一個很很大的醫院 您那個病人應該有幾萬人吧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 那個中國跟外國好像不一樣 中國的外國醫院他的床位數不是蠻大 但是醫院很強職工很多 是 好像中國這個職工沒這麼多 嗯 但是我們 腸位數也就三千多 三千多人 三千多人 床位數也三千多 好像是 合定的床位是 兩千多還是三千多 我忘記了 記裡的數是三千多 OK 兩個醫院區 兩個醫院區 就是看多少的病 您開藥嗎 還是 三千人 呃 那就要看 就是看像平時嗎 你說平時的話 我們就是 病房的話 就 就那幾十號人 然後門診的話 一天 能看一百多號人吧 嗯 一個醫生 就一個醫生 一個醫生 你看一百多號人 鬧累死了 一個醫生 鬧累死了 一個醫生的話 看了多的話 七八十號 看一天下來都蠻多了 嗯 因為我們兩個院區的話 就是兩天坐診 一邊有一個人 下起來有一百多號人 到兩百多號 OK OK 所以 專家門診一起的話 就兩百多號應該有 OK 所以您對於 您 您本身在武漢這個地方 您還是蠻樂觀的 對於這個 整個 整個疫情的發展 現在已經樂觀了 分難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哦 那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分難 分難的時間是過年那段時間 今年的年都過得不一樣 是 什麼今年 基本上全球 全球的中國人 沒有人在過年啊 誰過年 大家都 都崩著皮呢 都沒法過了 是啊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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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您覺得那個 這個在國內 您覺得那個疫苗 什麼時候會出來呢 報道說是最早是4月份 這不一定的 哦 我覺得他們 醃製出來還要試驗了 到底 什麼情況 不曉得 我們不看新聞說陳薇都自己打 自己都上 親自上陣打疫苗 那個好像有的報道就辟謠了 那個說打 他打的是雄仙泰 哦 真的嗎 他說那個 那個是 北哥把他 那個來武漢之前打 來武漢的時候打的雄仙泰 那個圖片拿出來說的 哦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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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真的就是也很感謝您 就是這特別抽空 其實我們就是希望就是說 直接跟你連線就是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不用打那麼多字 也很謝謝你就是說抽空來跟我們就回答這些問題 嗯 我們之後可能就是說如果還有相關的問題 可能再請教您可以嗎 可以哈 可以可以 好 謝謝您 他是那個誰介紹的 老曹 老曹 OK 所以您跟老曹是好朋友 不是 那個 曹兵 曹兵老子他 艾倫是我們醫院中央房的 哦 哦 哦 OK 他跟我說說 你說你們有問題想咨詢一下 對 我說那行吧 對 因為我們就是說特別想要就是 尋找就是也是就是中醫師 然後一線的中醫師 這樣就是說 才能夠就是比較真的了解說 我們該注意的部分是哪一些就是了 你剛剛講的那些藥方啊 什麼那個狀況 我們就會針對這些東西再去研究一下 好 好 那不好意思我知道那個一直有人來找你 不好意思 那個就讓您忙吧 好不好 我們那個再找 對 再找個時間等你有空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問題再請教您好嗎 好 謝謝您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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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